大家列实际上到底什么行业是996 你看有人说警察 医生虽然有轮班 但也是工作时间特长 服务业的 送外卖快递 最后说到一项 就是家庭主妇 那简直不是996 24小时 我们是71 没有工资 也没有工资 没有补贴 那就没有年薪 对吧 还要付出 还要什么都给我 所以他没有什么都没有 还付出 所以他不是工作 他是老板 男人全靠一张嘴 咱们把这个里边的矛盾都提出来了 老板和员工 我觉得这个事 我很有感触 而且文道在咱们这个里边 是老板 这也叫老板 当然老板了 所以咱们就得到点感性的认识 你瞧瞧这个网上的照片 这就是夜半的办公楼 多少程序员在里边熬夜不休 你再看 这是早上五点半 早上五点半 这个通勤上班的年轻人们 你看背包里多半都背着电脑 你知道吗 然后你再看下一个 这个是有一个调查 好像是来自于这个清华大学的一个什么调查 前两年的了 就是年度加班人多且时间长公司top ten 是吧 你看咱们的民族的骄傲 是吧 华为 这个腾讯 阿里巴巴 网易 就等于是中国 其实是最顶尖的一些公司 它恰恰事实上呢 加班也挺长的 是 对 这梁老板怎么看 很正常 当了老板 他们公司999 没有 阶级对立 不是 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们 我们那个小公司啊 其实并没有要求996 我们甚至没有 说我们是按照一个正常的上班时间 规定给大家的 可是大部分员工呢 都相当的努力 付出 自动自觉的 挤进996的 甚至是70亿的在工作 这只能说明屁股决定脑袋 你知道吗 人家有人夸呢 说这个 要说加班 是吧 华为最有资格加班 说为什么呢 说人家任正非 企业创始人 自己的股份可能只有1% 99%都是员工 共同的 就等于说 我们大家是 共同奋斗 所以加班可以理解 你同意吗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是 那等于说 他的员工认为 我付出就是有收获的 但有的很多企业 他是等于说 我为了老板的一个雄心 一个梦想 一个什么 他那样去燃烧 可能他觉得没有 他觉得没有理由 我觉得这个事 你要把 就是说 把它说圆了 就是他能得 他能获得什么 其实挺现实的 我是到了香港 才知道有个东西 叫做OT 就是 Overtime 就是Overtime 你原来工作时间之外 以前刚来香港的时候 才知道是可以把这几个小时 再可以用假期的方式还给你 或者算钱 我觉得这样也合理 像香港其实这方面的立法 还没有完 做得不够 完全没有完备 像香港最低工资法 也是前几年吧 才开始 然后一直在谈 定例最长工时 就是说你不可以 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的 不可以让员工超过多少的 每周多少时间 这法律都没有 没有定 所以其实 我们那个内地有劳动法 劳动法有规定 你能追溯这个历史吗 义军 就是说 在上个 你看我都经历了 上个世纪 80年代的时候 我们最早 是一周工作六天的 到后来 好像是94年 94年就是开始 就是说 大礼拜小礼拜 你记得吗 大礼拜工作五天 小礼拜工作六天 然后到了95年 就是双修了 那个时候还在说 说应该设法提高 这个劳动效率 而且让员工休息的多一些 还能促进 这个什么第三产业 但是今天这个问题 又变得那么样的 交读 其实要照我说 前一阵他聊的 他主要是什么呢 有些个成功人士 或者是互联网大佬吧 那么他们讲这个奋斗 对不对 这个这个 有的人想996 都不能996呢 对吧 这是996 是奋斗者的这个 这个荣耀嘛 大概这是个 这个这个意思 好家伙 那家很多人就就就开始了 你比如说一个 程序员 就是说说什么 我宁愿不婚 不育 不满房 我也不要累死在桌上 我也不要 就是我也不要996 就是你不能有996 办法的 假如你作为一个工作的需要 刚闻到说什么工种的需要 互联网什么需要 你资方可以做出对应的安排 对 我就想问你给不给加班费吗 对啊 不仅是加班费 还有多点人手 人手 我举个跟互联网行业不相干的 我亲身有参与过去讨论的 是什么呢 保安 香港一直以来到三年前 都是说保安只有所谓两班 两根字嘛 两根 就12小时 12小时 12小时 然后呢 政府有介入 劳工主有介入 就推动说不行了 这样太不仁道 太累怎么样 最后那要增加资源 变成三根 八个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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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两方面 然后就开会讨论 你完全可以举出一个说法 说我们需要啊 有好处啊 为什么呢 他也研制成你的 因为我保安员 我坐得越久 12个钟头 我对着那个住在那边的人 越熟悉 我手有感情 我能够掌握 而这个就是这个行业的需要 其实对住客是好的 所以就是这样啊 可是你站回牢房的立场 就算补钱你也累啊 把人家的生活剥夺啊 所以是不可以的 所以假如你强调说 是行业的竞争需要这个那个 那我觉得其实资方是完全需要来 把资源放进去 对 没错 我觉得他这个倒不是说法律上的问题 包括那些老板们说 人没有争议啊 就我们绝对不会强迫搞这个996的 对吧 这是违反这个劳动法的 可是第八次全国总工会 对全国职工情况状况调查 发现那个普遍 这个现象较为普遍 这个20%多一点 就超过48小时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还有44%的这个调查呀 反映没有拿到足额的这个加班费等等 但你知道我觉得嘉惠 他这里边现代社会啊 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大家都很实在 老板也很实在 与其让你上班 不如让你讲绩效 不都爱讲绩效吗 对 可是要照我说 问题就在这个绩效 比方说一个程序员啊 就绩效工资 月薪8000 那么 但是你得给我完成这么多活 你月薪拿到8000 可是你要完成 你完成这么多活 你不996你就完不成 可是好 劳动局去了 说你为什么让他996 我没让他996啊 我老板说了 我一个礼拜 我每天工作5小时 我就把这活干完了 你怎么衡量 我这项工作任务 他需要每天工作几个小时 你怎么来理定 我给他的这个工作任务 需不需要他超长的工作时间 能完成呢 或者他就笨呢 对吧 这个人8小时完成了 他要15个小时 实在没法去接定 然后如果你完不成 人家可以换人呢 找个人愿意干呢 或者是他比你干的 有效率高的 所以就说这种 他天然的 他就会觉得 我要想把这个事情给干好 我要保住这个饭碗 找工作多不容易啊 还有个问题 现在就是这个手机 就是我们每个人 都是24小时在线 对 没错 这个问题更严重 其实 但人家 就是法国人就会玩了 他们就搞一个东西 叫失联权嘛 对 就说我下班以后 我有权利 我跟我老板是 失去联系 失去联络 你不要给我发 不叫微信了 敢 对 就是他如果联络你 你可以告他 那但是他不是一种 就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 就是你企业内部 还要找到一个解决方式 对 但是他说出来了 我有这个权利 我失联 那另外还有呢 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些员工 他们下了班之后 在北京啊 或者在今天中国一线大城市 还面对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在别的地方 比较难碰到的 就是这个交通的通勤时间 我们刚才看到五点半 在排队 那是怎么回事 其实你在北京的话 这种大城市 技术公司都在北京嘛 你可以这么来计算 他每天一定要996 但他实际上 为了这个工作付出的时间 恐怕是93到94 因为他光上下班的时间 算起来 就是比如说每天花四个钟头 所以已经出现一个情况 有一批人 年轻人他们的睡眠 已经很习惯了三节式睡眠 就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在床上睡 早上上班两小时 如果你是早点坐公交 或者地铁有位置的话 又不用怎么倒车的话 那段时间再分段的睡 下班再分段睡 三段式睡眠法 已经变成这样了 其实严格来说是四段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种状况下 礼拜天他也没有太多的精力 出去收洗 出去玩 所以礼拜天 当然不用上班不用工作 可是他又因为平常把他剥夺的精力精神太多了 他礼拜天其实要补回工作那部分 那个不属于他的生活的 我看到一些年轻的文员 真的很惨 住在香港的屯门新界 之后上完一天班 就算他没有加班 六点钟下班 又是人几人等了五班的地铁 挤不上 还要在地铁上面还防范吃汗 怕碰到我的朋友 然后来到那边 然后回到家是几点 回到家八点多 你吃完饭九点多十点 就累垮了 为什么不学东哥 对那个刘强东哥呀 我看东哥当年真感人 说我就睡在办公室地板上 甚至我 这个是 白天是老板自己说这些 做客服 做客服 我真没见过 就做客服 把闹钟设计成两个小时 一响 放在地板上 两个小时 当然醒了 马上回复客户问题 东哥说 我是811 81168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早上八点 到晚上十一点 一连干六天 最后一个八呢 是星期天再干八小时 奋斗的人都是我的兄弟 我听到了一个 我听到了一个 就是真实的 就是在北京 我一个朋友 他们去一个互联网公司 他说为什么到晚上十二点了 办公室坐满了人 就因为这些年轻人 都是合租房子 他回去 其实地方特别小 对 然后可能也没冷气 或者怎么样 就是条件很差 他不愿意回家 有的时候 也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宁可待在办公室 而且这里面 还牵涉一个问题 因为中国今天 北上广 这些大城市 很多工作年线 是外来的 他们从外地过来 从外地过来 他的家原来不在这 所以他们在北京 要另外找落脚处 然后就要租房为主 如果他刚刚踏入职场 现在买房 你都不知道存多少钱 要存多少年 对不对 好 那租房 你想想看 他刚进一个企业 刚进一个公司 他的薪水一定是比较低的 所以他租不起很贵的房 很贵的房都在哪呢 比如在三环内 他薪水最低 住得最远 花在交通上的时间最多 所以每天用来应付 上下班的时间 都比谁都长 然后他会最累 然后但是我们通常 一般对于这样情况的辩解 就是说 你奋斗 努力 过了两年 你就逐渐往四环方向前进 五环方向前进 这么一路一路进来 那是成功者的语言 对 就是这样子 多小人像你的东哥一样工作 结果是什么 过劳死 三十三十死掉 三十五 我没有诅咒任何人的意思 那那个成功者的语言 这个里边 其实要叫我说 是把这个一个制度性问题 和个人人生选择问题 混淆在一起了 对吧 其实这个人吧 有的时候也是故意的 从自己的立场上去想 其实你要站到对方立场上想 谁说的你都能理解 你比方说 我认识的有些朋友 就是发了财 他儿子就是这个富二代 我就觉得 你知道 至今很多成功人士 他们有一种价值观 劳动者是美丽的 是吧 工作才是人生的价值 不奋斗的人生 是不值得过的 可是我更愿意想起一个 西方哲学家讲的话 未经审视的人生 是不值得过的 就是说 你有没有想过 我到底准备 怎么过我这一辈子 你知道 比如说 那我有朋友 他奋斗成功了 他过很好生活 而且跟他儿子 还挺先进的 他儿子在伦敦 我就跟他儿子 我跟他儿子聊天 我说你儿子 是个当学者的材料 是个知识分子 对吧 他就发愁 因为他跟他儿子 有协定 就是说老豆 就不要吃老豆的 但是他在一边担心 他说这将来 就在英国大学当教授 我打听了 教授可没多少钱 他说 我说教授算可以了 他说 能住上大房子吗 在伦敦 不能 他能过上 我这样的生活吗 当然 对吧 他就担心 但是你架不住 他儿子喜欢这样 他儿子愿意 在学校里 一辈子做个教授 就不像他老豆 那么有钱 那你说 这是怎么说呢 我怎么听到 很多有钱人都说 希望他们的小孩 将来什么也不干 就是玩 真的有的 就是连学校都不去 说我的梦想 就是你将来 都别像我这样活了 就玩 对 然后就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不光这个问题 在中国 你像Elon Musk 不是要上火星的 他不是也说吗 他说 没有人可以 每一周工作 40小时就能改变世界 可是 为什么改变世界 就是一个正义的事情 咱们俩真是有同感 我 真的 他一说出来 就是你觉得 这种野心就是正义 就说我这个就是对的 可是有很多人 如果他不想改变世界 他还想怀到田园木戈 怎么办 我想说的 或者我不是代表 我自己说 我在网上看了 很多年轻人的 对吧 我觉得真是 有的时候说 像这个马斯克 他要改变世界 你知道有的老板 我觉得是真的 要不说我总想跟他们学 怎么挣钱 最后他们告诉我的是 你要奔着钱去 你就挣不到大钱 我们都是情怀 最后钱自然就来了 没这事 我一直在学习 没这事 你这 不是 我甚至认为 他是 我这出发点是 我甚至认为 他是真诚的 对吧 就是有的老板 很多都是 有的首富 他确实首富 不是他人生的目的 他觉得他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改变一种通讯方式 他觉得是他人生极大的成功和满足感 对这可以 但是 那如果另一个人 我这辈子啊 最大的满足感 就来自于 忙完了一天的活啊 喝二两小酒 看看电视 看看美剧 这就 我就愿意这样过一生 这就很快乐了 对 但这就改变不了世界 对不对 那我就比较低俗吗 我就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啊 但是我想讲 就刚才你说的还是真事 也就是说我们去看 现在不是中国很流行的 就是什么乔布斯传啊 这个这个 你仔细看 的确有相当一批啊 不能说是全部 就这些富豪故事啊 他们很多富豪之所以成富 也是硅谷早期的创业者 他们最初其实并没有想过要发财的 他就是在自己车库 在garage 弄些烧些东西 弄些东西 他们是真喜欢 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这个东西能改变 发财是个后来的事情 但是 他也得雇佣很多人 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一开始不是 一开始就两三个人在这么搞嘛 而且是无常的做 当然这个也没什么神秘的 就是如果你一个人有本事 造福千千万万人 那理论上讲 你没钱 天理都不容啊 对吧 你造福了千千万万人 你千千万万人就会给你有回报啊 对吧 你不想要都不行 我问过一个人 他是打理那种私人 就是私人财富的嘛 就他接触都是最有钱的一个人 我就问他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种人都是哪几种人 是怎么样的人能够发那么大的财 就他说我 他就他说有三种人 一种像你说的那个乔布斯那种真的是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 这种企业家 要么就是继承遗产 还有一种人呢就是高级打工仔嘛 可能是在就在麦肯锡啊 或者在什么公司啊 他做的很高 那么我问他 我说他们有什么秘密吗 什么人能赚那么大钱 他说三种人都一样 就是幸运 lucky 我很同意 他说有多少人努力了呀 多少人像乔布斯 他说到最后就是luck pure luck 当然你也要努力 你努力了还要有运气 当然咱们中国人的老化嘛 小富游贱 不是很贱的贱 结贱的贱 大富游贱 八个字讲好 可是我们别忘了乔布斯死前的感慨是什么 我花太多时间工作了 我非常后悔 我应该把最主要的经历时间精神 放在跟家人相处 放在开发自己的各种的性灵的感悟 所以我们说乔布斯 这个那个发财 什么做大师 到最后他是后悔的 对 而且所有的这些讨论 我们前面的聊天讨论 都忘记了两个字 这两个字很重要的 剥削 对 所以你996作为一个制度 基本上这个核心在于说剥削 假如是这种制度 你不能剥削 你可以让人家你选择 要不要8118的 这个拉个无所谓 可是你不能强迫人家996 因为中间就牵扯到剥削 剥削有什么不好呢 剥削就让一个完整的人 没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基本上他的生命 这是为了工作 而且不是自己的工作 是别人的工作 异化 对 人的工具化 那个所说的人的理想状态 我们都知道 对吧 早上钓鱼 下午喝个小酒 晚上打个牌 再晚上上坑陪陪老婆 你们家住坑不是坑 不是 所以刚说的 我觉得说无所谓了 你喜欢工作几个钟头 你的事 问题是你不能强迫脑子 996 对 我接着你这个说 我觉得问题还是没那么简单 你比如说 我们假如这么讲 不应该强迫任何人 去给你怎么工作 对吧 愿意不愿意996 应该是个人选择的权利 个人选择的自由 这个理由很刚吧 但是我现在发现 这个社会复杂 就表现在人类最深刻的问题 表现在哪 表现在我在初次去巴黎 你刚才讲的巴黎 我有两个经历 就是 我觉得 这不仅仅是个个人选择的问题 你看 我在巴黎 那个买那个牛仔裤 还有我平生真有不给老板挣钱的 五点钟关门 你知道吗 我拿了一条牛仔裤 我都得试一下 我试完了 我走到柜台的时候 他那个闹钟 五点整 就收银台 我拿着信用卡收银台 对不起 法语我也听不懂 关门 这就不卖给你 可丁可卯 五点钟下班 说你明天再来 明天再来 这是一个印象 二个印象是什么呢 我们在巴黎街上 看见一场游行 开头这个翻译就说 说这是那个法国那个 那个巴黎那个工人呢 就是抗议加班 就是抗议加班 后来呢 他又看了一下那个标语 跟我说 把我听懵了 他说 还不是 他们呢 不是抗议让他们加班 他们是抗议老板 让那些愿意加班的人加班 对 明白吗 就是说 我可以自由选择 可是这种自由选择 成面积的自由选择 最后会带来一个问题 那些愿意加班的 他就挣得多 我就被淘汰了 就有压力 所以你看 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是差别 那这事怎么办呢 咱俩同样在一公司工作 对吧 老板说咱都像文道似的 休息休息 大家休息好 大家休息好 他也是说说而已 对对对 那最后这个 晚上11点还在干 那梁老板能怎么想啊 对啊 你一绩效 干得好 干得好 对啊 这矛盾怎么 我想再讲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种剥削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它还不只是说 使得你 比如说有异化问题 晚上不能够上坑 上抗 上抗 你普通话讲不好 上抗 我跟你讲的 东北 然后呢 还不只是这样 而是什么呢 有个更根本的问题 人的劳动力 所有上班的人 都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是不是 给老板 然后挣的这份薪水 或者奖金 劳动力这个东西 不是无限供应的 人不是机器 劳动力是需要再生产的 就我的劳动力 也是要再生产 劳动力怎么样再生产呢 比如说我要有充足的睡眠 我要吃东西 我要休息 我要维持跟家人的健康关系 我有我的业余爱好 让我这个人呢 才能够源源不绝地生产出 充沛的劳动力 OK 现在996这种东西的问题在哪呢 就在于它剥削掉你 生产你自己劳动力的时间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就老板要你卖劳动力给他 那员工只好卖了 但是员工卖剧 员工也要想办法 恢复自己的劳动力 他连这个东西都把你拿掉 那么这样长久下去呢 这个员工的这个劳动生产的 这个机制就会被破坏 就说我干久了 如果996久了之后啊 比如说干个五年十年 比如说国内有一家 数一数二的全国人 现在非常尊敬的大企业 就很有名嘛 就他一些高层员工 就干了几年下来 真的是干到肾也不行了 身体也不行了 为什么现在是肾不行 肾为先天之水 对啊 然后呢 各种病都有了 这很有名的一个事 后来写书都写过出来 跑去跟这个 现在人尽皆知的大老板 说请辞 我没办法了 然后我老婆也不愿来 这个地方 她在另一个城市 我们这样下去 我家也没了 我身体也没了 这个老板怎么回答呢 你这样的老婆要她干什么 所以你有没有理想 那么愿景 你这个小小的身体问题 算得了什么 所以就是 这本家侵犯到人家 所以这就变成 还不止 就是说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员工 最终增垮掉了 或者说 因为他劳动力 在生产跟不上 那他劳动表现就不会好 绩效也不会好 这时候你知道什么结果 炒掉他 换一个年轻力壮的 生产力还足够的人 这才叫 是最大的问题 这种剥削 就是说 你一个员工 被你压榨了几年之后 他的这个劳动力 在生产 可能就恢复不过来 恢复不过来的时候 对老板来讲的办法 就把它弄掉 换一批 其实你刚才说 对这个劳动力 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创造力 因为人是需要 有充足睡眠 充足休息 对吧 他自己才有创造力 但如果 我们现在觉得 这个老板可能需要的 不是他完全的 创造力那个部分 是你按照我说的 这个东西来做 是一个蛮机械性的 重复的这样一个工作 然后呢 你看我们现在 要真的回到 我们刚才说 不要这个996 他需要 我们真的要把 回到我们原始的 好的 人之为人的状态吧 我觉得基本回不去 因为你看那个大楼里面 我觉得除非 你把电都关了 你除非大楼 你说以后 我们几点之后断电 那就没这事了 你在 就你比如说 像在芬兰那种国家 他们有的企业 就可以做到说 我员工回家六点钟 全家断WiFi 你全家断WiFi 你才有家庭生活呀 其实这个996 不光是对 你这个员工 其实对他的下一代 也很大印象 当然 他的下一代 也是你的 这个老板的下一代 要生活的这个世界 可是对于基本家来说 他最大的道德责任 就是把钱赚最多 对 利益最大化 那里面有一个东西 除了在先前说的剥削 就是价值观 你这个整个群体 你的value 你的价值观在哪里 所以回到文涛说 你说在欧洲巴黎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通常是两个方法 一个最基本就是立法 欧洲有些城市 不一定是大城市 小城市 甚至一个社区 它有一个规条 不一定是全国性的法律 是说在什么时候跟什么时候开店 你要继续营业是要罚款的 是要缴额外的税的 用这些法规来增加你剥削员工的 甚至你剥削自己都不行了 对 我开个华人在那边开个洗衣店 我喜欢礼拜天营业 你们不营业你的事 我营业 那不行了 他说行你付额外的税 那你就会选择休息了 不然我开了没有用 我赚的钱不够 另外一个除了法规 还有经济运作上面 给你增加你开OT的成本以外 还有一个是什么 那种价值观 你的融入感 就是那个羞耻 整个群体 整个小区看不起你 看不起你那只家人 你这个店 我们礼拜天都去上教堂 都去BBQ BBQ 去烤肉 你在开着这个店 我们根本不跟你玩 所以你看得形成社会共识 是什么事